老师就是我闭嘴做一个 我张开嘴做一个 你听听我总觉得有点不一样 好的 跑下甩 再唱一个开口的 再唱一个开口的 再唱个闭口的 好 你说不太一样 你觉得哪里不一样 我觉得闭口的 我的那个声音比较厚一点 就是我后脑的感觉的那种 多一点 好 从听觉上来说 你开口和闭口 听觉上哦 是一样的 所以你这个状态是对的 因为声音没有改变 好 鉴别你开口闭口 是对还是错 就是听那个声音不变 啊 等我们这个声音 开口 从开一下唱一声 然后闭一下再唱一声 嗯 他的声音还是那个状态 听觉上还是那个状态 那说明他是对的 如果说开口闭口声音有变化 这个很好 很好 鉴别 是不是 只要声音有变化 那就是他错掉了 OK 因为我们唱一首歌 里面这么多歌词 是不是 如果因为歌词 啊 这嘴巴一动 这个状态就变了 那不就是错掉了吗 是不是 嗯 好的 是对的啊 所以你看哦 所以自己的耳朵并不准确 自己的感觉 在早期 当这个状态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自己的感觉也是不对的 你看你觉得好像更靠后点了 实际上 你看我反复让你唱了两遍 其实第一遍我就听出来了 为什么我又让你再再重复再唱一遍呢 我看看你会不会变化 哎 就我还没变 哎 说明你这个状态已经巩固了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好 刚才唱的这一六 咱们从上面 咱们从下面一直唱到了高音的so 唱到了g 只有在这个发声发 g 这个状态的时候 有一点点推声音 就有点追求音量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声音大一点 嗯 除此之外都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你的次高音到高音到中音 往下走的时候都很棒 啊 记住这个状态啊 低音到了第一咪 高音到了高音收 老实我以前练声的时候只有一次声音飘出去过 后来就怎么都找不到那个飘出去了 感觉就是high sea完了飘出去然后我就不知道声音 我就只有一次过 哦 哦那你有一次说明你做到过呀 你怎么做到的 后来怎么就找不到那个 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到的 你有记忆吗 就是练声的时候 练的哪一条 哪个音 可是好像有这个声音 然后就有一次就飘出去 就一次 然后后来再练声就没有过 哦 呃 对 呃 其实就是说当你有这个状态的时候啊 你就要赶快记住 呃 当然你 说在学生的那个位置上不一定能记得住啊 是老师要给你记住 老师要记住 老师要记住是通过什么方法启发了你 呃 什么状态下你出来了那个声音 老师记住 老师会慢慢 其实在学声乐的过程中 老师比学生要 要清楚那个声音 虽然这个声音是学生发出来的 但是老师要比学生更清楚 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学生在身在其中 他不知道的 他做对做错 在早期都是不知道的 是不是 哎 都不知道 是吧 哎 错 不知道怎么错的 对 也不知道怎么对的 而且对的时候 对的时候 一定要提醒你 哇 这个状态对了 这个状态好 啊 大部分时候是错的 是不是 在刚开始练声 是吧 然后慢慢慢慢 又练一条的时候 慢慢慢慢有几声对 然后有一半是对的 都是这个过程嘛 是吧 有时候刚开始 一声都不对 都有可能的 是不是 因为状态不对 出来声音都不对 是吧 然后慢慢慢慢对一点 然后慢慢有一半对了 慢慢慢慢有一多半对了 慢慢慢慢 只有几声错了 这个就是 慢慢慢慢在进步 那这个对和错 谁来听 一定是老师来听 你的老师来帮你听 然后帮你记住 每个学生的状态 都要老师都要记住 记住他 哎 你那个时候 你唱那一条 在这个音上 比如说在拎也好 在发也好 还是在兜也好 在降低也好 你上次在这个 这个声音上 你很好啊 你做得很好啊 来 启发启发 你就出来了 如果说你对了以后 要一直要启发你 直到你第二次 再做到 第三次再做到 然后做的更多 你就记住了 做一次做到 记不住的 对 是不是 对 真的是这样 看了完全对 是吧 对了也不知道 错了也不知道 对对对对 脆和脱 都是别人的耳朵来听 一定是一个专业的 客观的耳朵 一定是要一个客观的耳朵 就是说 你是什么 你出来了是什么状态 我一定要 因为我现在是帮你听啊 我的耳朵是帮你听啊 就是说你出来什么声音 是我这个耳朵 我要马上告诉你 马上反馈给你 你这个声音对了 所以要客观 就像我这两个 监听音箱一样 这两个监听音箱 它不是一个 渲染过的音箱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我们听的音箱 这个专业音箱就是 它出来的声音不是 高音消掉了高频 低音烘托了 被烘托过的 它是 你出什么声音 它就是什么声音 它就是监听音箱 就录音棚的音箱 所以非常的 真实客观 我用的这个音箱 就是这样的 就能把你的声音 真正的告诉我 我来告诉你 你这个对了 你那个错了 好 你刚开始在唱亨鸣的时候 你说张嘴 闭嘴 你觉得不一样 实际上我听的是一样的 而且是对的 所以就放心了吧 是不是 好 我慢慢给你找 你说哈嘴 你曾经有过 那我 我能给你找到的 好的 现在呢 现在 你现在已经进入了 高音了 高音收 记 你记已经有了 在记上 我们会拿一天 有一天 我会 你上去以后 我觉得你的记 如果还有可能往上的话 我们就开辟 记到降臂 或者到嗨C的那个 那个那段路 如果到记 都有点勉强 或者出现了错误的话 就不要再勉强往上面走了 因为再勉强往上面走 只会加深错误的记忆 还有老师就应该做的吧 就是不要让你产生 错误的记忆 啊 这个错误的记忆 太可怕了 好 在早期练声的时候 一定要多练一点开口音 你要像 呜 哈 阿不太好唱 阿是个半开口音 所以要唱 呜 唱呜 再唱多一点 然后慢慢的把那些 阿 半开口音 和 伊 A 这种B口音 加进来 加到乌母音里面 啊 累吗 累 肚子很累 对对对 肚子累 啊 然后你练 你那个上完课以后 你觉得真是身体很累 就是喉咙不累 这就对了 啊 哎 好 但是肩不能累哦 哎 肩脖子不能累哦 肩脖子 还有这个 哎 这个牙关不能累 哈 然后这儿可以累 这儿 啊 这儿累 这儿累不怕 这儿要应该累 这儿应该累啊 嗯 对 你这儿累了吗 好像没有 我就是 这里有一点点累 哦 这儿累不好 肚子最累 哎 这儿累不好哦 这儿不要累哦 这儿不要累 这儿累就是说 这儿紧了 这儿肌肉紧了 我们说过 鼻子以下 到第二颗扭扣以上 这一块是完全不存在的 你看有的人唱歌 他舌根累 他说舌根很酸 我说那就错掉了 哈 舌根 如果酸的话 说明他舌 舌头紧了 啊 啊 紧了 那你说舌头紧了 将来怎么吐字啊 是不是 所以舌头不能紧 啊 舌头刚开始 早期训练 你就当他不存在一样的 没有 没有他 他以后就是 舀字吐字会用得到 唱歌发声都用不到 啊 好的